大家好,在这个视频里面给大家分享一个免费的优质的数学教育资源 叫做美国数学竞赛 这个美国数学竞赛它的英文名是MC8,MC10,MC12是它的三个等级 这个竞赛是由美国的数学协会所主办 美国数学协会它的组成人员主要是美国的数学家以及各个大学的数学教授 也就是说这个MC系列的初题人是美国的数学家和数学教授 那这三个等级分别针对于小MC8呢是针对小学的学生 小学的高年级的 MC是主要面向于初中生 MC12呢面向高中生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它这个题目的样子 这个网站呢 题目的网站是在这个地方 我这打开的这个是个维基百科 就是美国数学竞赛 下面有一个链接的网站叫Art of Problem Solving 或者是大家直接在谷歌里面也能够搜到MC的这个网站 我们打开一下这个网站看一下 这个网站呢是把历年的MC的题目以及其他等级的题目都全部列出来了 我们现在看这里面一共有七个等级 一二三四五六七 其中的前面的三个等级就是我们刚才维基百科里面介绍的这个MC8 MC10和MC12后面的这个四个等级是面向美国的数学竞赛的 难度依次增增加 如果你的孩子呢不准备参加竞赛的话呢 可以重点来研究前面的三个等级 MC8呢主要是面向小学中的高年级的学生 现在我们打开这个MC8的页面 看到这里边它把最早从1985年到2019年的所有年份的题目全部列出来了 每一年都是由25道选择题组成 而且是单向选择题 下面我们随便点开一个年份 比如说2018年的打开 我们看到这里边它实际上它有好几个链接 这个第一个链接呢是它给出了这一年份的所有的25题放在一个页面里面 下面这个页面呢是给出了这个25题的所有的答案 再往下呢是它把每一道题的解答和问题放在了一起 我们看一共是25个 比如说我们随便点进去看一下最上面这个链接 看一下它这个题目的样式是个什么样式 这是2018年的AMC的题目的页面 我们看这是problem1 problem2一直到最后的problem25 每一道题下面有一个solution 就是说你点开这个solution的话呢 会看到这个问题的解答 我们粗略的观察一下 这个题目大家看它的形式是非常的多样 非常的新颖 它没有重复的题目而且有各种图表 关键是最重要的一点 我觉得最值得推荐的就是它的排版软件用的不是word 也不是其他的这个普通的排版软件 而是专业的数学排版软件就是latec 这个latec是世界上所有的学术科学著作 以及数学的论文所专用的排版软件 所以它排出来的这个效果是非常的专业 非常的美观 让孩子从小就耳濡目染 感受到不知不觉感受到数学之美 我们看它这个排出来的这个无论是图还是公式都是非常的漂亮 非常的专业 那另外一点呢就是学习这个MC还有一个好处 就是说它这里边的语法很简单 词汇呢也不是很大 这个让小孩子从小就可以接触英文的环境 用英文来思考数学问题 这个对它的以后的发展是有极大的好处的 因为将来长大以后 他如果从事无论是从事数学研究 还是从事其他方面的研究学习的话 英文资料是最重要的学习资源 基于这两点原因 所以呢给大家强烈推荐这个 AMC的这个数学的资源 它是免费的 而且非常重要一点是不用翻墙 是可以直接访问的 这个AMC的资源 而且如果大家觉得它好的话呢 还可以在这个浏览器这个地方可以下载它 大家看我这里边已经把这个所有的 AMC8的全部下载完毕 从1985年到2018年 最新的2019年还没有下 这时候可以把它下载下来 然后你可以打印出来 比如说这个把它打开以后 用打印机可以把它打印出来 这是1985年的 打印出来以后 然后可以带着孩子共同来学习 好 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呢 可以在下方留言 我们下载一谈来 谢谢觉得 大家帮助 谢谢 给我们下载一谈